博家饭歌第十二章 奉献服务 而珠娜询问道 哪种人更完美 是那些常正确地为你做奉献服务的 还是那些崇拜未展示的非人格饭的人呢 至尊人格神说 我认为心意专注于我的个人形体 信仰永远超然笃信 这样崇拜我 在我看来就是最为完美的 但那些全然的崇拜未展示的存在 那超出感官感知之外的 变透一切 不可思议 并无变化 固定不移的 即绝对真理的非人格概念的人 控制着各种感官 同等对待每个人 这样的人 置身于造福众生 最终也能到达我 心意执着于至尊未展示的非人格特征的人 要想进步 困难重重 对于那些体困的灵魂来说 要在这种休息中取得进步 总是很困难的 崇拜我 将一切活动奉献于我 心无旁骛 侍奉我 观想我 心意专注于我 普瑞塔之子啊 对于这样的人 我是拯救他们脱离生死苦海的救主 只要将你的心意专注于我 至尊人格神 将你的全部智慧奉献给我 这样 毫无疑问 你必 常注于我 亲爱的二珠娜 财富的得主呀 如果你不能心无旁骛 将心意专注于我 那么 就遵行奉爱瑜伽的规范守则吧 这样 你会培养一种 想到达我的欲望 如果你不能修行奉爱瑜伽的规范 那么 就努力为我工作 这样 你也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 然而 如果你不能以此种对我的知觉工作 那么 就竭力以放弃一切工作的结果 争取 安处自我 如果你无法做这种修行 那么 培养知识吧 然而 比知识更好的 是观想 比观想更好的 是弃绝活动的结果 因为 如此弃绝 便能达到心意的平和 不怀嫉妒 做众生的良友 不以拥有者自居 远离假我 苦乐如一 宽厚容忍 永远满足 善于自律 坚定地从事奉献服务 心意和智慧都专注于我 这样的奉献者 我很珍爱 不致人于困境 不为人所困扰 在苦乐 恐惧和焦虑中 均保持平静 这样的人 我很钟爱 不受活动的 不受活动的常规影响 纯粹 干练 无忧无虑 远离一切痛苦 不为某些成果 而苦苦奋斗 这样的奉献者 我很钟爱 不欣喜 不悲哀 不痛惜 不欲求 吉凶之事 均与放弃 这样的奉献者 我分外钟爱 对敌友 皆一视同仁 对荣辱 冷热 苦乐 毁誉 皆超然不惊 保持平衡 远离不洁的涟漪 保持沉静 世事满足 不计较 住在何处 精神专注于培养知识 从事奉献服务 对这样的人 我十分钟爱 遵行这一不朽的道路 从事奉献服务 彻底投入 满怀信心 以我为最崇高的目标 对这样的人 我非常非常地钟爱